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今集是香港新聞 原來李嘉誠三年前已經預言 香港經濟會差,形容是山與玉來 還說到經濟會一落千丈 我們看看阿誠哥說什麼 維港投資聯合創辦人周凱旋出席投資論壇 之後他表示,長和系的創辦人李嘉誠 在2021年初曾經向他表示 經濟未來處於山與玉來封滿樓 又叫他延長備用資金 而講到李嘉誠當時在他身邊 日日講,講到他都有點害怕 他問阿誠哥為何會有這種想法 阿誠哥說,之後經濟會一落千丈 然後他問,是不是只是傳統生意是這樣 創新公司未聽過 當時很有信心 公司同事,個個都學父五居都沒有聽聞 然後周凱旋又說,阿誠哥提醒他 就說,你維港投資那裏 那麼多投資項目 如果2021年12月前不做好延長生命周期資本 就非常可憐了 雖然當時同事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但決定都是跟著李先生的標準去做 他就呼籲所有公司延長備用資金 有八成公司是聽從勸告的 就延長生命周期資本 24至36個月可以說得上救了他們一命 2022年已經不行了 沒有聽的公司已經被削減估值 他解釋李嘉誠的看法 就證明反向思維的重要性 李先生是直接點出時間和死線 不容易 所以有不同聲音多重要 如果不是,他哪有時間和大家分享 至於有人問到李嘉誠 到底認為幾時才會扭暗 發明有一村經濟好 周凱旋就說 暫時阿誠哥沒有提及到 好似仍然都在謹慎的路上 外國投資者對香港仍然有保留 現在就要謹慎 更加用潮州話說 要自己顧自己的投資方面 亦都有記者問 李嘉誠仍然有沒有看股市 他就提到 他很積極看 至於現在股市流動性不足 説程哥都幾厲害 提前那麼多 就已經看到經濟會那麼差 叫公司 遇到更多的流動備用現金 他就在2021年12月提到這件事 當然 當時 也是一個疫情 大家都不知道 疫情什麼時候會完 可能也是由於疫情的原因 令到他當時覺得公司要預算多些錢, 但沒想到疫情結束後, 反而整個經濟沒有太特別的好轉。 其實這件事才比較出人意料。 因為剛剛疫情結束時, 大家都覺得經濟會立即V型反彈, 但現在經濟竟然有部分行業更差。 在疫情期間, 香港女法局研究派100元的晚市餐飲券 給香港人做消費, 看下她說什麼。 文體女局局長楊潤雄在星期四舉行跨部門會議, 之後她說到會議上有共識, 政府會牽頭搭台製造環境, 各個界別各自推動創新多元活動和優惠, 去吸引本地市民和旅客, 而政府部門各自與業界合作, 推出一些可行方案, 譬如商場、交通優惠等等。 由即日會延到農曆新年, 而政府之後會舉辦煙花、倒數、花車、巡遊活動, 提升市民消費意欲。 而有份參與的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王傑龍。 她在商台節目上說, 聖誕是餐飲業的重要檔期。 她說會議見到政府對餐飲零售、 旅遊相關行業的困境表現信心, 她說會支援業界。 她透露旅法局計劃將一百元向旅客提供。 餐飲消費券擴大到香港市民, 晚上六點後, 在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下的餐廳直接使用, 當中沒有最低消費限額。 但餐飲券數量有限, 相信市民需要在旅法局網頁登記和選擇心儀餐廳後, 按倒就搶倒才可以用。 而她預計在餐飲券協助之下, 可以有部分好轉, 但你說要完全復甦, 就需要香港經濟完全好轉, 生意才會改善。 她說派餐飲券, 好似打麻雀那樣, 每隻脫下它, 脫下它會不會立即變靚, 慢慢等,運氣好就變靚。 她提到經濟不好, 本地消費疲弱是最主要問題, 強調宏觀經濟問題不應該用微觀的方法去解決。 其實香港都想盡辦法去谷本地消費, 澳門這裏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但政府就顯得不算太積極了, 覺得市場的東西交回給市場, 其實現在很多中小企都叫苦連天, 如果好似香港這裏方式, 夜晚有一個券給大家搶, 我覺得都可以谷倒下澳門的本地消費。 經常說不夠錢, 又說不能夠做到收支平衡, 但香港的財赤都要谷回香港經濟, 那是否大家的思維和處事方式有些不同呢? 繼續看回新聞, 新聞就提到王傑龍說, 目前去深圳的香港人, 人次其實不夠2018年那麼多, 香港沒有人的感覺就是因為本地消費太弱。 他說不應該有深圳的服務質素好過香港的結論。 他說深圳有好人有壞人, 香港都一樣。 如果香港做得不好, 要改善的, 那就一定要改善。 最重要是要搞好經濟。 那其實這一部份都可以再展開講少少的。 他提到香港人的人次, 去深圳的人次, 就不夠2018年多了。 那其實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想呢? 如果是回復到好像2018年那麼多的話, 那會不會令到經濟更進一步地死值呢? 那因為你計算, 現在這樣的款, 你已經覺得很冷清了。 那有些人, 其實他已經是叫做, 生活壓力太大, 不會有太多消費。 不過, 反過來來說, 其實, 如果在香港, 是有消費力, 有錢, 可以消費的, 根本就不會有那麼多人, 就這樣頻繃上大陸的嘛。 那因為你上大陸都累的, 你一去呢, 就要整天的。 雖然吃喝玩樂都便宜, 但是你上得多都悶啦, 你流流去去都是去深圳, 除非你去遠一點的, 但是去遠一點, 時間又會用得久一點, 可能是用超過一天的。 那如果能夠在香港消費, 應該會回香港消費的, 有很多人其實都未必會真的上大陸, 只不過是現在的消費, 大家呢, 袋子的錢少了, 就變成個市好像好冷清那樣。 好啦,那今集呢, 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